我们新校林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会布下天罗地网 把明星360度的状态都要给你暴露出去 嘉宾有什么样的表现 接下来我就要给嘉宾布置任务了 接下来呢 我给你布置第一项任务 就是你找一个女生 首先要把这花送给她 听懂了吗 不管有什么方式 要把这花送给她 让她拿着 拿着了以后 让她给你一个拥抱 就可以了 怎么样 简单不简单 行 这是最简单的 别吹了 还想想想 到时候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可以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来 祝你成功好不好 来来来 今儿啊 第一个任务 小超信心满满 但结果会如他所愿吧 你好 大哥 你好 对不起 打扰一下啊 那个 哎 你 你 那个 男朋友在那 多尴尬 对不起 你真错了 抱歉啊 哎 小姐 您好 我能送您一只花吗 没关系 不要钱的 真不要钱 小姐 不是 真没事 你拿着就行 送你 哎 大姐您好 我能送您一只花吗 没事 不要钱的 大姐 厨师不利的小超 会用何种方法扭转尴尬局面呢 真不要钱 大姐 怎么样 小超 没觉得这个任务这么难 给人家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 你说很简单 不就送个花 锁个腰包 对啊 他这个你得这么想啊 你作为观众 刚才你看 你有没有设身处地的 你就自己看着都作牙花 觉得太尴尬了 但是我觉得你是方法不对 那我应该怎么样 那你就上去拿着 就是谁能要啊 对啊 小轩 比如这个任务要你完成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我觉得就一句 送您一束花 就是 显得真诚一点 就喜欢 显得真诚一点 刚才他那老是 咱观众朋友没有什么好主意 哪位朋友 来这位 就你小伙子 对 大家好 我是阿俊 我觉得如果要这种问题的话 我会就是 用真诚去感动 那个女孩子 就是先拦住她 然后对她说 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 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 哇 真的是台湾很相信 而且真的 而且你看 就是那个状态就是 我观察你好像是 真的太酷了 真的 就是有块的 然后然后接下来怎么说 然后 我今天有幸送你一句话吗 哇 对 这招我跟你们说 作为女生 如果给我 我绝对要 很受用 她的几个步骤是对的 对 如果这是 有套路 这是前提 阿俊整的都对 如果阿俊就 姑娘 送你一句话 再给我一个拥抱 如果女孩直接走 我告诉你 就你一回 别给我聊聊聊 马上秀儿中改话 对